继续我们看第二段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same time是很棒的片语 同时 同时 这个前面第一段就讲 那个Bear跟Geele 那两个美国的同学 他准备的一个工作 那第二段呢就讲 我们台湾的同学 Darway跟Li Hua Wu 他们两个怎么去准备的 好来看一看 At the same time 是同时 Darway和Li Hua Learn about 他们也 Learn about 得知 知道 American food 也要学习一些知识 也得到一些美国的食物 And American way of doing things 还要美国人做事情的方式 They wanted to be friendly 对他们想要友善一点 Be friend的也是很友善 刚刚的是讲 Be polite是很有礼貌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想要 这个很友善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来啊 所以他们也希望说 能够用美国人的方式来招待他们 款待他们这样子 他们比较能够适应 如果吃中国菜 那么喝中国茶 美国人可能不适应 好 那个筷子也不太好用 好 那这里出现一个考题了 这个对 我们来看题目是考什么 What does that mean in the reading In the reading就是 在这篇文章中 这个对是指什么 What是指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问What 一 对是指Bill跟Jill 这两个美国同学 第二个指Darway and Lee what 这两个台湾的同学 第三个 Must people in Taiwan 大部分台湾的人们 第四个 American ways of doing things 这个是美国人做事情的方式 所以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当然就是 这个讲Darway跟那个李花 他们想要友善 友善一定是人嘛 所以这一定是讲人才合理嘛 因此正确答案是第二个 Darway and Lee what 好文章我们还是继续给他讲完 When Bill and Jill 这个是表时间的副词指句 The people came to the U's house 这个U就是李花 吴李花的这个家 Darway and Lee花 told them to keep their shoes on Keep on就是保持穿着 不要脱下的意思 Keep on 本来这个Gill跟Bill 他们两个在美国学到 哦到台湾啊 进人家的房子要脱鞋哦 好 可是呢 我们的台湾的同学 也为了表示友善一点 而且不用脱了 不用脱 还是鞋子穿着吧 这样子 好 那么told them 告诉他们 Keep their shoes on Keep on就是保持穿着 不要脱下鞋子 留了是时间后来 稍后后来 They went out for dinner 出去吃晚餐 Wan out for dinner 就是出去吃晚餐 像这个措辞很棒 我们出去吃晚餐吧 Let's go out for dinner 这就是出去吃晚餐 很好的一个措辞 可以背起来 They ate pizza and drink 过去是用drank 喝cork 可乐 他们也吃pizza 跟喝可乐 他们在美国想说 在美国人来到台湾 台湾应该是吃米饭 还有喝茶 奇怪呢 到台湾来 怎么又变成吃pizza 跟那个喝可乐了 the next food is 接下去 the next是 接下去了几天 the next food day 这个也是很好的措辞 可以给他背起来 the next food day 接下去了几天 they had breakfast 他们都在吃早餐 在哪里吃 in a coffee shop 在咖啡店里面 吃早餐 他们可以点 这个hamburg 汉堡啦 等等 还有喝咖啡啦 and eat hamburg 然后呢 吃汉堡 hamburgers 吃汉堡 在哪里吃 in a fast food restaurant 在素食餐厅吃汉堡 这就是美国人的方式 因为中国的学生觉得 这美国人来台湾可能不适应 所以还是拜他们 按照美国人的饮食方式来招待他们 吃早餐 咖啡店里面吃早餐 在素食店里面吃汉堡 好 这是第二段的内容 加去我们看题目是考什么 第二个是 what do they mean in the reading 这个是第一段的 这是第二段 第二段 已经讲过了 那我们第二段的内容就分析 到这个地方